平软的经济增长预期 以及不断增长的下行压力风险 可能会让日本继续下调利率 填口秦海IHS公司 日本央行今天决定 延缓扩大实施额外的联化宽松政策 并保持了负利率水平不变 您对这样决定的及时评估是什么 原则上日本央行这样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 我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日本央行决定采取观望的立场 一月份的时候 日本央行宣布调整超额准备金利率到负值 及对新的存款 一些金融机构对这样的决定 并不能够完全地积极地接受 新政策则需要他们能够快速地做出反应 并推出新的调整手段 一月份的央行决议令市场相当震惊 这次日本央行则是保持了现状 考虑到当前的情况 他们这样的决定是符合逻辑的 因为在市场受到刺激之后 他们无法再次承担后果 鉴于国内的需求和全球需求数据都相当疲软 这可能会进一步危及到经济复苏 纵上所述 您认为日本央行是否可能会在短期内推出额外的经济刺激政策 不论如何 日本央行都应该认真地评估负利率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经济增长下行修正 更多增长下跌带来的威胁都可能会成为今年年中 日本央行继续降息的导火索 可以说 在经济增长乏力 通缩压力凸显在市场的情况下 降息或许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们看到日本央行采取进一步的刺激措施 那么考虑到金融市场的不利条件和金融机构面临的困难 影响将会被尽量地降低 您认为 短期内哪些主要的指标将会是市场所关注的焦点呢 主要的经济形势指标会是就业率 收入和支出的数据 还有贸易统计数据 去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实际GDP增速疲软 是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同时消费者支出数据也是不佳 政府希望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改善 能够有助于消费支出的增长 另外一方面 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和日元升值 给消费者信息水平施加了压力 如果消费支出数据继续薄弱 出口增速放缓 那么这将会恶化对资本支出的预期 天口秦海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